海巡舰艇阵守海江在海上执行公权力 捍卫台海安全 必要时得平战转换 化身成第二海军保卫台海的主权 海巡M平舰日前成功发射雄二飞弹 证实海巡也能在战时发挥牵制共军实力 平时更肩负台海执法权 不过中国却屡屡宣称有台海的管辖权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国际海洋法上根本没有国际水域一说 有关国家声称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 意在为其操纵涉台问题 威胁中国主权安全制造借口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张 坚称台海主权中国所有行政院长 苏文昌反驳违背事实 台湾海峡是国际自由航行的水域 绝不是中国的内海 中国自己这样的做法更引起国际 认为它是毫无道理 也毫无遵守国际规划 的这种责任 苏文昌怒呛中国违反国际惯例 近来中国对台动作不断 不只再度宣称台海是内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近期更签署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 专家分析这是中国 刻意将台湾问题内政化 美日各国先后表态高度关注台海安全 更以实际行动打脸中国内海说 包括法国巡防舰浦越号行进台海北上 英国李士满号护卫舰穿越台湾海峡 同年十月更有加拿大皇家海军巡防舰 温尼博号与美军军舰共同穿越台湾海峡 美军更是台海常客 每个月固定通过战线自由航行权 让中国宣称台海主权说不攻自破 台湾方面包括海军海巡舰艇在台海巡弋 台美海巡更在去年签署海巡工作小组备忘录 强化海上合作 今天只要你的军舰在这边有相当多的一个活动 告诉外面的人说 我在这里是拥有我的一个制海权的 拒绝中共蚕食侵吞 企图将台湾内国化海峡内海化 台湾持续强化 与国际民主盟友合作 不让中国计谋得逞 3075 陈俊杰 陈彦豪 台北参谋到